好 那我這邊 其實不用手粉 用手粉做出來的麵 比較怎麼樣 比較硬 比較硬 那我們為了好桿 因為它太滑 OK 好 就把它桿開 阿嬌 我要叫你做 好 你來桿 我來試試看 你桿 我算不記得 我都把你手勾勾 是怎麼桿 就是這樣子 對 把它桿平 桿成一大片 一大張就是了 對 你在桿的時候 我們吃蔥油餅會很口渴 對 那本來是要做一個酸辣湯 酸辣湯留了以後 做一個菜來做 對 今天我們不做這個 我們今天就用番茄豆腐 淡花湯來做 那也很好耶 好 那很簡單 我這邊 你慢慢桿 好 就不斷的把它桿成大張的 就盡量給它桿 好 我這邊就給它 這個也不用講解了 這個小番茄 然後把豆腐也拿下去 OK 本來用油炒一炒 那前紅素才會出來 然後我們今天就不炒了 就直接大家最重要是要來看這塊餅 不是來看這個湯 這是我人生趕過最大的面前 你知道嗎 老師 我人生還沒有趕過這麼大 好 先拿一下這個 老師你需要湯匙嗎 我們的湯 這個要把它拿起來一下 撒一點粉 這樣才會比較好改 再增加摩擦力 對 這還不夠吧 還早 還早啊 這樣還早喔 對啊 對 我們現場有很多的有力人士耶 很有力氣的人士 沒關係 我們慢慢學 慢慢做 所以我來好了 好 你那鍋湯 好 你看你這邊比較平坦是不是 比較縮進來 是吧 熬進來 你就把兩面的東西往這邊擀 看到沒 往這邊面就多了 多了你就可以這樣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你看這邊比較少 你就往後推 你就往後推 你不要人一下在這邊 一下在那邊 不需要 你就是拿擀麵棍 拿擀麵棍 你看像這個地方 然後你要少一角 你就往這邊推 可是你在這邊推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下面是要 要不然你推好了以後 等你拔起來都會 所以盡量就是 也是要把它推平均就對了 對 OK 好 好了 對不對 到這個薄度已經OK了 OK 那這個裡面 我們給它鹽直接加下去 就加在蔥裡面 蔥裡面給它加一點鹽 這鹽的份量呢 鹽的份量 那它你要做餅的鹹蛋 才來做鹽 OK 對不對 好 那假如說像我們今天 這個來不及了 我們也不要很早加 因為很早加了以後 會出水 會出水 好 在這個時候 我們來加油 好 這個我今天用的是豬油 你敢吃嗎 我敢 豬油好香喔 是啦 用豬油 來 它吐 均勻嗎 對 你不夠再挖 OK 好 老師為什麼要用豬油 難道不能用沙拉油 我敢沒有用嗎 可以 不要用橄欖油 用沙拉油或花生油都可以 好 對 豬油有它一種 豬油它層次比較分明 比較香 很特殊的香氣 比較香 對 可以 冰管喔 我們剛剛講說 那個蔥裡面沒加鹽 你就記住 這個時候撒一點 撒一點 哇 他敢包一下 對 我也覺得也比較有味道 再加一點點好了 來這邊 好 OK 我們加一點點的鹽 老師這個鹽可以醬吧 對 對 你可以 你可以慢慢撒 我太多會減吃 不可以 好 這樣就有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放在手上這樣 對 其實比較平均的 比較平均的 只要說我們以前的話 媽媽都會這樣子 不要更省鹽 什麼意思啊 你怕它這個太鹹 它把它黏到這邊 對不對 你看這裡會太鹹 太鹹 我們把它打打 它那裡就鹹不鹹了 好姐 OK OK 好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來加蔥 好 這是我們把它調味調了 差不多的時候 把蔥加下去 就直接 對 灑上去 灑到這邊 灑哪裡 對 就鋪平就好 鋪平好 上面這些不要鋪 好香喔 太好吃 太好吃了 拜託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好 可是真的 我覺得蔥油餅就是要吃到蔥香 才叫蔥油餅啊 對 對 來 來 捲 這頭捲 OK 我們母女做得多好啊 是不是呢 對 緊 我跟你講 對 拉一下 要拉一下 這樣才會緊實 OK 可是要壓嗎 不用 不要 就是這樣捲 捲得緊實一點 你看 我們這邊沒有拉 它就比較胖 對 是不是比較胖 我們經過拉了以後 它比較不會胖 好 我為什麼要留這些 等一下你就看了就知道 好 好不好 好 好 我相信我們這張蔥油餅 一定可以吃到非常濃厚的蔥香 對 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們要把它結合 只要你放個蔥 它合不攏 對 那你這樣它就會結合 是不是 可以 OK 好 你看我們做完整個檯面 目前為止還是乾乾淨淨的 所以不要以為說 在家裡自己做這種麵食類 就會糊得滿桌子 對 我們現在在外面上 常常看到的小發財車 或者說 你看有店面 在做的蔥油餅 就是這樣捲的 它捲得一塊 對 然後再擀開 對 那我今天不做什麼 我今天做小的 小的香 香 小的一個一個 來 好 好不好 好 這樣子 把它捏緊 捏緊 然後用這個手 把它捏捏 慢慢捏緊 這個口 把它捏緊 就一截一截的就對了 對 這樣就算一個 OK 這樣一個 這種蔥油餅是非常有的 真的啊 這是 我們基隆有一個蔥油餅 蔥油餅大王 它就是這樣做的 你看 阿嬌你看 我這樣做 你看到那邊 這樣做 做了以後 我把它捏緊 捏緊這個口把它捏起來 捏起來後 你兩個口這樣捏下 捏下以後 我不是這樣壓 我是這樣壓 就是頭尾的地方 頭尾這樣一壓 它層次就開了 OK OK 是不是 所以這個壓很重要 所以我做一次 就是我們先把頭 這個地方捏緊 然後往上面稍微推一下 對 推一下之後 你就是把它捏開來之後 這個尾巴的部分 尾巴的部分 你也要把它捏緊 捏緊 捏緊之後呢 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兩個對壓 老實說就是說 上下這樣對壓 這個餅做起來 不漂亮 可是吃起來就很好吃 真的嗎 對啊 不會不漂亮吧 不會不漂亮 因為它一做就散開 OK 好 一般我們在外面 那個攤子 攤子裡面買到那個蔥油餅 它們一般就是擀瓶之後 就直接擀在那個 它沒有層次 鐵鍋上面就直接 就直接烙起來了 那老師 像我們說蔥油餅啊 你剛剛說先煎後烤嘛 那像蔥油餅 我們可以用烙的方式 或直接用烤的方式之類這樣 不要冰過油煎可以嗎 可以可以 那個就叫乾烙 OK 乾烙就是說 我們也可以做乾烙 我就另外再拿一個 就把它乾烙烙出來 也可以這樣子 也可以 OK 這樣這個就輕輕的打開 這個皮會破 可是沒關係 沒關係 蔥油餅它等一下 沉次就出來了 等一下我們要把它拍得鬆鬆的 還要拍啊 那才好吃 蔥油餅有很多的做法 不是說我這個是對還是不對 每家做法都不一樣 比方說我是山東人 可是我是北平人 你說我是東北人 但是他們都一樣是那種人 可是還是一樣 比不一樣的做法 是不是 OK 反正你都有自家的做法 對 對 這麼小一張啊老師 對 真的啊 那 你沒看過這樣少了 太少了 我只是想說這麼小一張 那貪心的小孩 大家夠嗎 你就不要吃給他們吃就好 好 可以 可以 我可以小試一口 這個會破 不過沒關係 你就讓它破 讓它皮破破的 那就鍋裡面擺一點油 就可以直接下鍋煎了 老師我來試一個好不好 好 你全部給你 輕輕的擀 好 我剛剛以為是 像外頭麥也要擀到 很扁 然後很皮 那是大張的 就是我們剛剛 我說剛剛開始的時候 那一張做法就是 OK 這樣可以 很好